我们从刚刚两点开始 然后又听了老和尚的教诲 这快两个小时了 请问大家有要发问的问题吗 或者有没有要分享的心得 刚刚听老和尚讲的时候 像被电到一样 感触很深 很有领悟 哇那这个出来分享 可能还会让其他的人电到 触动很多人的善根 那这个是法供养 得聪明智慧 这样大家可以相观而善 怎么这一位忍者 他听到这一段有这样的触动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可以向人家学习了 这个角度他怎么能够看到 这个就大家分享起到这个 相互观善 相互切磋的效果 还有假如你现在有遇到问题 也可以写上来 那这样大家交流 都可以涵盖这些情况 这些层面 好 大家的定功都很好 大家都在落实 这个观法如画 三昧长吉 不取一向 如如不动 那假如没有 那我们 待会有都可以随时举手 或者随时传 传上来 我们再探讨 那刚刚 师父上人的教诲 从护法的含义 到护法的重要性 我们认知清楚了 进一步 要去护法的时候 我们说胜于死 做什么事 胜于开始 佛们有说 因地不争 果昭 淤屈 因地不争 就好像那个种子 不纯 那个长出来 可能就不纯正 所以这个 发心 要纯正 所以师长有讲 护法的发心 当然我们在 听老和尚讲 护法的发心 我们也是 借由老和尚的教诲 在观照自己 我们有没有 发菩提心 有没有 亲近信 这个信心 坚定 信心 亲近 折身 实相 还是在哪些地方 起疑惑 其疑惑 都是很正常的 但心有疑 谁杂技 旧人问 求确议 大家有没有 一个小本子 心有疑 什么时候会疑 比如说听经的时候 听到有不了解的 写下来 看经书的时候 不了解 写下来 做事当中 觉得 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写下来 养成这个习惯 救人问 求确议 请教大家 你们的孩子 进一步 我看还有孙子 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会不会记下来 会不会主动去问人 这是从我们的家庭 我们感受一下 刚刚老和尚讲的 整个护法的经教 都强调 护法 首先护 自己 甚至是要护好 自己的心 跟儒家讲的 儒家的大学之道 其实就是 佛门的菩萨道 这完全一样的义理 佛门的菩萨道 要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儒家大学之道 在明明得 明明得就是自觉 在清明 清明就是觉他 在止于至善 就是自觉觉他都圆满 那 鲁跟佛讲的 完全一样 英雄所见相同 而这个自觉觉觉他明明得清明 两缸有八木 这八木里面前面四个木都是心地功夫 革悟自知 诚意 真心 诚意就是真心的体 真诚心 老师上一讲到真心 讲菩提心的时候 最常引的 就是 观无量寿经 跟大臣起信论 观无量寿经讲的 执心 不是这个 自成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那大臣起信论 讲的是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其实 都一样的 但是呢 听起来 大众 不是很好理解 所以老和上 把三心 改成什么 五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好 诸位忍者 忍者在 佛门的意思就是 菩萨 诸位菩萨 老和上 三心 他调整成五心 请问大家知道 老和上的考虑吗 能不能感受到 他这个做法的考虑在哪里 我们跟着老和上学 学是什么意思呢 学是效法的意思 那我们效法 他老人家 就会越来越像 他老人家 这样才叫效法 老和上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这个心啊 跟老和上的心 就越来越近了 所以 诸位忍者 大家有没有 遇到你的亲戚朋友 你学佛 若干年之后说 我感觉你 有点像 净空老和上 你现在越来越 慈美善目 那个笑容 跟他越来越像 有没有 没关系 我们往这个目标 迈进 当然 不要我今天学 我今天这么一讲 你着在向上 讲话的速度 也刻意学老和上的速度 表情 也刻意学老和上的表情 这样 你一讲话 人家会起鸡皮疙瘩 怪怪 佛门叫不能着相 不取 这个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这个心上 假如一个执着 就不是真心 的状态了 我真的有遇过 这个都算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有讲课的老师 他就刻意 学老和上的 声音 速度 他才三十出头 老和上那时候 七十多岁了 那个讲起来很怪 然后那个表情 也要学老和上 不自然 所以目前当目其心 应该是去俏法 那个心地 而不是着在 向上学 他有这个执着 就有人去满足 他的执着 比方说这个年轻的 老师 刻意学老和上 我听起来是 挺别扭的 结果有其他的人就上来了 哎呀 你好像老和上 他非常舒服 很满足 很满足 所以赞叹要 赞叹对哦 不要赞叹的让人家 越来越执着 要赞叹的让人家三根增长哦 所以赞叹要不要有智慧 也要有智慧哦 那我们效法老和上 哎现在有一本书啊 老和上的身教 这个是我们示众弟子 回忆老和上 当面指导他的 这些情境 就看到老和上是怎么 指导同我们弟子 更重要的是 老和上是怎么 把佛法 用在生活工作 主事带人接物 所以这本书很重要 好 好 好 因为老和上是离我们 最近的老师 好 好 我们看祖师 那毕竟离我们很远 而且 祖师的年代 他的整个 生活环境 人事环境啊 又跟我们现在有差异 是吧 啊 请问大家 你们有看过 哪一个祖师说 我要把手机丢掉 来 有吗 我看一个都没有 是吧 可是你看 我们现在修行的路上 都有共同的一个考验 就是手机 请问这一关好不好过 哦 摇头的意思就是 现在还在过这个关哦 是吧 哦 他在干扰我们哦 哎 结果我们一听老上讲了 我把手机丢掉了 哇 一听完 隔天这个会长 找这个干部啊 找不到啦 是吧 然后找半天 事情都快耽误了 急的都不行了 好 后来找到他 好 哎 搞什么都找不到你 老和尚说 把手机丢掉 没有 好 我们是学大臣佛法 大臣佛法 老和尚说 要离言说相 要离名字相 要离心源相 要离言不离语 要离言不离语 好 说到这里了 手机到底丢还是不丢 最重要的 你不能被他控制啊 老和尚为什么要丢掉 好 因为老和尚已经看到了 全军覆没 很难啊 好 那这个就要 知子而后有定 要有定力啊 才不会被他牵走了 知子 子在哪 这个都是老和尚教的 指在西方极乐世界啊 刚刚我们讲到 偶尔大师 敬射明四条 敬土为归 归宿 有一句话叫 归心事件 大家听过吧 好 那大家回想一生 经过的 人生啊 你有没有曾经 归心事件的情况啊 比方说你有没有三年没回家了 很长一段时间没回家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你上了那个游览车啊 你的脑子在想什么 待会我妈妈会煮咖喱给我吃 是吧 你看 你脑子里都想的 家里的景象 那叫归心事件 拉回来五经一论 异佛念佛 我只有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只有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我用手机也是为了一个方向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阿弥陀佛 因为我要用手机 鸡公雷德 办好佛门的事 手机方不方便 你看 你要用他的力啊 你要避开他的避啊 本来是要去处理事情的 要发个短信给会长 是吧 结果一下跳出来一个东西 被他拉走了 看了好几个短视频 花一看半小时过去了 经一世长一致啊 这样的情况不能再发生 时间宝贵喔 礼敬诸佛 我们的命光宝贵啊 命光也是诸佛 所以当时候 索达吉刊部 到香港啊 见老和尚 老和尚 谈话当中啊 说我手机丢掉了 那索达吉刊部说 我有手机 老和尚说 你得办事啊 你需要 法是活的啊 不是死的啦 但老和尚的 这种修养 界定的功夫啊 他都对手机有高度的警觉性 我们 没法跟他老人家比啊 我们对手机都没有警觉性啊 那铁定被他控制住了 所以以后看到手机的时候 要想止于西方极乐世界 我拿起他的时候 是离极乐世界越近了 因为我拿他 激功累德 这是助修 所以这个知子 你的心就定在 智利利他上 定在 都是为了 所有善根 星星回向 怨生极乐上 还是净土为归喔 当然 要不被手机控制啊 我相信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的 是吧 好 好 诸位忍者 你什么时候希望不要被手机控制 什么时候希望 昨天吗 一个月前吗 代表我们 打了多少败仗啊 菩提道上 打败仗 胜败来 兵家常事 可是不能一直败下去喔 精一世长一世 我今天是为什么被他拉走的 我看得到我的心念吗 我心念偏在哪儿了 我才知道从这个心念去改 哦 看到 好像有一个飘底说 刘德华今天怎么样了 小时候看他电影比较多 你看你一下好奇心起来了 啊 当我们去看那些东西的时候啊 起的是什么心念 轮回心 好奇 你太好奇了 好多静元就把我们拉去了 我们的佛号就断了 功夫不能常常断耶 静念相继喔 功夫不能常常断喔 老婆上有教喔 没事的时候 佛号提起来 有事的时候呢 认真去办事 其实就是真心去办事 请问真心去办事的时候 功夫有没有断 你真心很纯的时候 功夫没有断喔 为什么 念佛 那个念字精心 心上真有佛 所以老婆上说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事待人接物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所以这里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我做事情 我是用佛法来思维的 我是用佛法来说话沟通的 我是用佛法的教会来做事的 那这个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所以海贤老婆上 给我们的启示 工作不妨碍念佛 是事无碍喔 而我们 假如没有提起 我要做事的 我要用佛法 佛们有一个词啊 叫强者先迁 这一个词喔 我们不能只用在临终喔 临终是很重要喔 确实强者先迁喔 平常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 佛号都念不住 会想吃榴莲 那你临终还扶得住吗 吃饭的时候也是修行喔 防心离过 贪等为终啊 这个吃饭一不小心 贪心挣扎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 陈德四十五天在里面受戒啊 过年期间 有同修啊 去做蕊茶 还做印度餐 他们的水平太高了 害我在受戒的时候啊 会冒起 哎呀阿弥陀佛 当然第二念就阿弥陀佛了 所以我的体会啊 这个顺境啊 不好修 逆境啊 会觉得考试来了 考试来了 警觉性高 所以这四十五天呢 好像没有想说 哪个人对不起我 没有这个念头 可是居然 比较缘分好的人 比较缘分好的地方 美丽的风景啊 都会浮起来呢 所以 这个 般若为岛啊 净土为归啊 般若就是要离向啊 极向离向啊 你顺境善缘啊 你顺境善缘啊 那个人事物啊 不能贪着 不能留恋 哦 这个都要靠自己检查的咯 这个都要靠自己检查咯 这个强者千千 就只拙在这个临终的时候 其实一个人不能是临终的时候 才观察自己的心念状态吧 应该在平常 我平常 是佛号强 还是哪些念头强 好 况且啊 主师有提醒啊 静中十分 动中功夫才剩一分啊 动中十分 可能病中才一分啊 病中十分 可能临终才一分啊 所以假如我们现在也没生病 也没有境界来 只是自己坐在那里念佛 都有很多妄念起来 那请问我们临终做得了主吗 哦 所以修行人警觉性要高哦 不能对往生掉以轻心 反正这是异行动 那这个念头起来就是一种修行的障碍哦 这个念头一起来会造成自己 掉以轻心哦 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缮啊 这个话 这个话 为什么要这么提醒啊 等身体摔了再要来用功啊 有时候提不起劲来啦 而且身体好的时候一用功啊 业障一消除啊 晚年就不生病啦 这个十节因缘 不能错过 我 成德 认识一位老同修 跟我母亲啊 同睡 比我母亲学佛早一二十年 要这么早学佛 机缘很好 但是 性格超新 就没有好好念佛 诸位同修啊 念佛的功夫啊 海贤老话上说 不是短时间之内练成的哦 那什么时候开始练 right now 是吧 那是要记 以后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啊 我身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所以大家 今天是个好日子 当然学佛了 天天都是好日子 哦 我们发一个愿哦 从 经以后 每一天最少要念多少佛号 只能多 不能让它少 当然你不要形成压力了哦 今天把本来订五千 结果只到三千 然后念到半夜十二点半 隔天又没精神 哦 这个学佛啊 也要 会互念自己的状态 今天念三千 晚了 明天念七千把它补回来 但是就是不能骗自己 不能再懈怠了 醒安大师提醒我们啊 醒安大师有一篇教诲很好哦 我们同修都要学哦 叫劝发菩提心文 往生有八个字哦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菩提心怎么发 醒安大师这篇教诲教得非常 彻底 清晰 我们跟着去做 菩提心真的就发出来了 他老人家说 西方极乐世界 非悠悠善善所能至偶 不是你想到了去做点善事 你就能到极乐世界去偶 成佛哪有那么容易的 悠悠是什么 太善慢了 没有老老老实实做功夫 万劫生死 我们五十节轮回啊 万劫生死 非因寻懈怠所能脱 你要了脱万劫的生死 是因寻果且 懈怠懒善可以去吗 不可能喔 不可能喔 若要功夫生 这一句佛号要功夫生 铁楚磨成绣花针喔 要老实念喔 下连句老句是说 要找一个贤淡汉 不可得 处处都是灵力 都是热盲人 盲得世间的五欲六成 贤淡汉世间放得下了 密一个做顿功夫的人不可得 处处都是灵力汉 灵力就是耍小聪明啊 不肯老实用功啦 所以老和尚刚刚说 弘法 我们能念到 往生极乐世界啊 哇 那这个做榜样啊 大家都有信心啊 这个 这个是弘法 为人演说啦 淨土中 八个字 發不利心之外是一向专念啊 我们得给我们的团队一向专念的榜样 给来学佛的大众啊 一向专念的榜样 所以我们弘法 老和尚说的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做之君 就是以身作者啊 发菩提心 要以身作者 一向专念 一向专念 要以身作者 一向专念要以身作者 他就 大家注意哦 一看夏老说的 若要佛不离口 先驱租不离手 请问我们 希不希望自己佛不离口 希望啊 可是为什么没拿佛租 听话容不容易 听话容不容易 有没有发觉 听话不容易 夏老这个话那么精辟 我们能听到是我们的福报 我们不照做 福报就流掉了 我们要去感觉一下 为什么 夏老又说要租不离手 因为我们的念头啊 很容易飘出去 拿着一个佛珠啊 按啊 这个触觉就提醒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会念啊 陈会长看我们会后啊 拉一个群 比方 黄念祖老居士 有一次回答美国同修的 发问 那个问题也问得非常好 黄老也是答得很精辟 就劝我们怎么放下我执 结果看到啊 黄念老在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啊 手上的念珠没有停 黄老 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 他的念珠啊 是色力啊 变成色力啦 烧不掉啊 色力啊 那个念佛的时候都佛光铸造啊 你看佛珠变成色力子啊 好 都要下功夫的啊 我记得有一次 是 听黄念老 他讲呢 一个专题 尽忠心药 尽忠心药 尽忠心药是什么呢 就是阿弥陀基的信愿持明 就是无量寿经的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宗旨 最重要的行词啦 黄老 讲了一个专题 就讲两部经 的这个中药 在讲以前啊 黄老有一段话 我又听了 印象深刻 终身难忘 就讲到啊 他因为他年纪很大了 又有病啊 他说我每天要 就好像他要写这个大经节啊 他还要持咒 他金刚上师啊 他有固定密宗的功课 还要写书 但是啊 他说到啊 但是我是生死的凡夫啊 所以做这些事以外啊 我每一天要三万身佛号 他不是没事做哦 他都是这么精进哦 三万哦 请问黄念祖老居士 演给谁看啊 这些都是菩萨在来的啊 佛菩萨在来哦 海贤老居士 那一定是佛菩萨在来的 为谁来的 为我来的 比较有感觉啊 为我们来的 感觉一不一样 老居士是为我来的啊 黄念老 夏琳老 夏琳老 为我来的 海贤老居士为我来的 这种感觉一起来啊 你不愿意辜负他们啊 他们良苦用心啊 掏心掏肺啊 老上讲了六十多年的精教啊 讲了这么圆满啊 我们有那个不想辜负这些大三之士的心啊 我们精进的动力啊 就出来了 就是显安大师说的 念师掌恩啊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为谁来的 为我来的 念本师恩啊 我菩提道上那么多人的帮助 这个都是众生恩 施主恩啊 那天我们一个同学 他在线上啊 教小朋友 后来 教的小朋友啊 过年啊 押税前啊 凑一凑 这些上课的小朋友啊 捐给英国汉学院啊 捐了九千块钱啊 人民币啊 这个同学啊 讲到这个痛哭流涕啊 施主恩啊 施主恩啊 那小朋友哪有什么钱 他真心的在护持啊 其实我们 这些大众的供养啊 都不容易啊 成德在炉江的时候啊 看到那个捐款有五角的 那个五角的 钞票啊 一块钱的 最震撼自己的心灵啊 最震撼自己的心灵啊 那谁捐的 那不是有钱人捐的啊 那可能是当地的农民啊 他根本就没有比较大的钱啊 可是他把这些都来护持了 他是用真心啊 我们没有用真心 觉得对不起他啊 我们在 是雪兰儿 那个herit teach herit teach 你们可能比较不知道 人麦 我们那里有一个中心啊 当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八十多岁了 她坐轮椅啊 她的 好像是孙女把她推来了 我当时候到现场震撼了 她把她一生的积蓄啊 都拿出来了 她说要给老和尚办学啊 桌上放了很多硬币啊 一叠一叠的啊 那一幕我是这一辈子都不敢忘啊 我现在又出家了 施主一粒米啊 大如须弥山啊 就鞭撤自己 这个不能懈怠了 你看黄念老他们的表演啊 就怕我们掉以轻心啊 把这一生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机会给错失掉了 好 那 黄老 那个佛珠没有停 当然我讲完了 大家也不要着相 人家在跟你讲话 你佛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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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索之障 别人还讲你不动 哇 你看一听 随缘 不要攀缘 结果答应人家的事情 想要退缩了 随缘啊随缘啊 哇 你道理懂很多了 你的心用错了 合法掩护非法 真的喔 那个听上几年经的人 人家都讲不过他 死的可以讲成活的 所以修行啊 不能欺骗自己的心喔 然后也要很敏锐自己的状况 你不是向上去学 那个不间断是很精进 假如今天 这个我佛号不断呢 我没有办法专注跟人家讲话 那这个时候当然 你要处理事 你要专注跟人家讲话 我们刚刚讲佛法是圆融的 老上刚刚说的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专心听人家讲话 很真诚恭敬是不是念佛 好 好 当然有一天 你佛号念得纯俗啦 跟人家讲话 佛号也能不断 也能拿着佛诸念 那当然没有问题 所以学东西啊 要敏锐自己的状况 不能硬学那个像 这样也会产生新的执着点 所以学佛难就难在 当我们起了执着念了 分别念了 自己又看不到 然后就 因为一有执着 你越这么做 他就越来越分别 越来越执着 我有一天 刚好 下了飞机啊 有一个同修来接我 坐上车啊 这个同修就讲了一句话 我最怕遇到学佛的人啊 我之前也遇到一个企业家 他说我最怕用那个学佛的员工啊 因为学佛 他以为我是学佛的 他可能就会用佛法的道理去要求 而且他都觉得自己对啊 有时候可能上级跟他都不是很好沟通 那这个同修一讲完 我说这句话我们可不可以修正一下 我最怕遇到学佛执着的人 不然老和尚也学佛啊 你不把老和尚一竿子打翻了吗 他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了 可是我们听到他这么讲 对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要不要提高警觉啊 大众怎么看我们呢 我们不能学佛 便如露无人之境 到底家里人怎么看我们 同事怎么看我们 大众怎么看我们 我们是可以 和光同城 本土化现代化 佛法是最灵活的 好 那 刚刚跟大家提到啊 我们是效法老和尚 我们应该会越来越像 从那里检查 我们的笑容 有没有跟老和尚越来越像了 我们的心有没有越来越柔软了 我们的眉毛有没有越来越长了 我们的眉毛有没有越来越长了 长寿眉是像 长寿眉用拉的可以拉长吗 怕是拉断了 所以学佛的人 看事情不一样 看什么 看根本 根本是心 心仁慈了 眉毛自然变长 仁者受 仁慈的人就是无微不失 得健康长寿 所以不要去花冤枉钱 去整容 这个向游 心生 而且因为整容不符合 道法自然 后面就会 出现流鼻问题 我看 我看你们都没有这个经验很好 所以拉回来 我们要从心上去效法老和尚 所以刚刚跟大家提了一个点 为什么老和尚要把三心讲成五心 他的考虑在哪 因为他知道 我们听《观无量寿经》跟《大臣起兴论》的三心 很难理解 所以 变成五心 真诚 把直心 这个是自受用 直心 变成什么 亲近 你看自己 心清静了 平等 心平等了 不分别了 不高下见了 平等 这自受用 觉悟了 理智了 做得了主了 不感情用事了 自受用 慈悲是他受用 所以这个五心呢 老和尚一换成这样 我们感受到了 感受到就能常常观照 我现在心有没有跟五心相应啊 这样 我只要相应了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是 真心去做 我只要跟五心不相应了 那我就变成轮回星造轮回业了 我可不想再轮回了 容易关照 容易受用 好 那老和尚这样的存心 我们在学会 在团体当中当领导人 能不能效法老和尚 随时可以感受到 听众的吸收程度 就是说我们 处在上位 能不能随时感受 团队下属的心境 他们的处境 这个设身处地的心 全修在信 老和尚在讲经当中 他能从听众的状态 练出设身处地 我们能不能在 均臣上下属关系当中 练出我们的设身处地 比方说我们今天讲话 设身处地的话 那我语速不能太快 语速太快 我们下属听的时候 很吃力 你一听他的表情 看他的表情 这个眉头都皱起来了 听得很吃力了 我们马上感受到了 话就平缓了 刚刚老阿上在讲的时候 有提到 护法 护自己的心 因为一报随着 正报转 随着我们的心转 大家感受一下 一个单位的领导人 随时可以设身处地 体恤 团队的人 他的团体的向心力 会怎么样 会很强 哪怕你团体遇到 重要的挑战 你赶他们都赶不走 凝聚力很强 为什么 感动 团体有佛法 有把法用出来了 大家很珍惜这个姻缘 当一个团体的流动率 很大的时候 可能根源在我们领导人 没有设身处地 可能大家压力大到某一种程度 扛不住了 虽然是好事 他可能也没办法得离开了 所以我们身为领导者 那我们也要从我们的一报 关自己的正报 而且我们是弘法的团体 请问 应该谁先得到佛法的利益 是听课的大众先得到 还是我们学会里面的同仁先得到 大家思考看看 谁先得到 是应该大众得到佛法的利益 还是员工先得到佛法的利益 进水楼台 先得月 逻辑上应该是这样 是对的啦 假如我们领导者 我们一言一行 我们是把老和尚教会做出来了 然后我们的学风不断都在讲学 那铁定我们的员工先得到法益的 那他们得到法益了 那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的展现 大众一接触我们 哇 就感受到佛法的 殊胜了 所以这个在鲁家的次第 前面是修自己的心 格物 格物就是格除物欲 格除习气 自知 就是烦恼轻了 智慧长 接着 真诚 真心 启用了 正心就是 刚刚说的 这个 自受用 他受用 自受用是 亲近平等觉 他受用是 慈悲 都是正心 然后就 身修 家旗 国治 天下平 而 利益大众 这是属于 治国 利益社会 它的前面是什么 是齐家 齐我们的家庭 齐我们的团体 进一步 教化大众 这个次第乱 就是本末乱了 本末乱了 很难持久 就变本末道智了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深 所以 老和尚这些教诲 谈到护法 就让我们 比较深的感觉 就是 要抓本 本是先护自己 而不是 护大众 你护好自己 才能护好大众 甚至于 护好自己的时候 治他不饿 就是护大众 我们看老和尚 可能我们都没见过他老人家 我们得到他利益好大 因为他老人家真干 我们太敬佩他了 敬而向他学习 那他把自己修好了 真的是利益到那么多人 所以我们在自己修行 跟互念大众呢 我们还是要依循经教 不能侥幸 依报随着正报转 一定要重视 我们心地功夫的 这个耕耘 要定会 本词 所以要习定 定 须习 这黄念老指导了 所以我们念佛 读经 就是把心 安定下来 旨在一部经 旨在一句佛号 或者听经很专注 这个都是习定 会须文 智慧要靠文法 我们看 刚刚老和尚有提到了 我们要护法 首先我们要明理 凡是弘法护法 一定要天天听经 天天念佛 那 诸位同学 我们就要谨慎 我们不能忙到 没时间听经 没时间念佛 这样虽然是很奉献 但是这个路走不久 考虑事情不能只考虑眼前 所以我自己也很容易线到室里面去 要有自知之明 所以陈德就赶鸭子上架 每天在线上跟大众一起念 念半小时 我得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因为在线上 那么多人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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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定在那里了 每天半小时 哎呀 我每一次都很期待那半小时的到来 为什么 称明时及玉光时啊 你在称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佛光一直在铸造你啊 构灭善生 身亦柔软啊 所有疾苦莫不休止啊 一切忧恼莫不洩脱啊 这个佛光很厉害啦 问题是你得念啦 我们一不念还在烦恼 那佛光虽然照被遮住啦 结果一身烦恼佛光照不了 魔得其变 冤亲在主进来了 诸位忍者我们是护持正法 魔很容易利用我们哦 因为利用那个社会人士哦 坏不了佛法是吧 社会人士哪里做不对的也也不会把责任推到佛门来啊 可是我们这些洪护的人 一不对哦 就影响佛法了 所以我个人的体会啊 佛菩萨跟魔在抢人啊 念头一不对哇魔得其变 你看我们假如在单位突然无名火来了 哇发飙 一下子人和就受很大的影响了 要再把它安抚到恢复原状啊 要花不少力气哦 是吧 所以要习定哦 每一天要念佛哦 然后要听经 明理 而且熏习 一做事情啊 熏习的够 那些经教很自然的就起来了 而且跟你在办事很相应的那一句就起来了 我们就是心中有佛法在办事情了 好 法轮未转 十轮先 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